有一对天使的姐妹 为了视察人间的善恶 他们先后来到人间 住在一个妇人家里 这个妇人非常的吝啬 对他们非常的不好 但是临走之前 这位天使的姐姐 将妇人家的破烂的墙壁修补好了 后来他们搬出来 又到了一个穷人的家里 穷人对他们也是很好 但是临走前 穷人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却死了 这时候天使的妹妹非常的疑惑 就问姐姐 姐姐啊 为什么你帮助坏人 就是他们认为的富人补墙 你却让好人家里死了牛呢 天使姐姐说 富人家那个破烂的墙壁后面 有个洞能够通向一个金库 所以我把它补上了 不让他们发现 而穷人家当天晚上 来了一个死神 要把穷人家的女主人带走 我不让她带走 暗中换成了他们家的牛 所以牛死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同样的事情 如果以小妹妹 天使妹妹的眼睛看 她很生气 她会抱怨 凭什么好人没好报 坏人遭逍遥 这不公平 但是在天使姐姐的眼睛里 因果丝毫不爽 我们很多人念佛 但是总有很多抱怨和疑惑 比如为什么我没有念经之前 还可以念了佛 反而遭遇到很多麻烦 为什么我拜了佛还生病 为什么我念佛了 佛没有保佑我等等 因为我们世人的眼睛 比较浅妙虚 在世间之眼看菩萨 看到的失果是因果相悖 佛不慈悲 殊不知刚烧的水 不可能马上就开 刚摘下的种子 不可能马上发芽 念佛之后 信愿行 以信心和愿力 来督促你的行为 以念佛之心看世间 看到的是 信毕果 愿消夜 行菩提 因果丝毫不爽 有如一个人 没有去看医生 检查身体之前 他不认为自己有病 但是一旦检查看了医生 告诉他浑身是病 你难道能说 是医生给了你浑身的病痛吗 所以以实看虚 可以看破虚妄 以虚看实 恐怕你就要失去大智大会 现代人 追逐虚妄 追逐假象 迷惑众生 只要你有贪心 你就会迷惑一样 就像我们很多人 现在接到电话 说你种彩了 种几百万的彩 然后你就付出的税金 你就被骗一样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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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